Hello 大家好 宇童時間 很久沒跟大家說嗨了 不要介意 因為我大病初遇 聲音都是一兩天 還是沉沉的 說話會有點不夠氣 不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夢窩出了一個 真是傑作 一個很厲害的產品 用勁的形容它 這是一個LED的美容面罩 是一些光療 即是說現在 美容界已經去到科技化 基本上我們不用去美容院 自己家可以做光療 我怕大家錯失了這個產品 所以未好了 我都要馬上跟大家分享 其實昨晚我已經在Facebook直播分享了 我怕因為這段時間年尾太忙 同時未有空拉影片 可能大家會錯過了 這麼強勁的新科技產品 所以在這裏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的狀態就是 平時回到家 卸妝洗臉 即使沒有化妝 我都要多次提醒大家 你也是要卸妝的 因為就算你沒有化妝 你有塗防曬 或者甚至乎你 你難得連防曬都不塗 其實面部有很多油脂分 被同為髒物 我們是要靠卸妝這一下 一定要用棉花去卸 去抹那一下才將面部的塵埃 而且已經沉澱在毛孔底層的一些 髒物一起抹走了 然後才去洗臉 卸妝有很多種不同的產品 由卸妝膏 卸妝油 卸妝水 卸妝乳 因應就是輕裝輕卸 重裝重卸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所以我每次分享產品 我都要提醒大家 就是清潔步驟很重要 卸妝洗臉後 我就用爽膚水打開毛孔 我可以重複再告訴大家 我正在用的棉花 就是韓國L之旗下的 麥克麥的一個品牌 它就用有棉露 紋露這一邊 我用來做清潔 如果再用爽膚水去做 我們叫第二部清潔 我就用有紋露那邊 抹一抹爽膚水 叫醒了毛孔 去做東西去吸收 接著我才會去敷眼膜 跟大家分享敷眼膜 很多人都問我 如果敷眼膜 這些型膠會滑 其實你剛剛敷上去 還未吸收 是會慢慢滑 只要你塗完爽膚水 搭上去之後 等一等 它吸收了之後 跟皮膚結合了 基本上 你看 都貼得很緊 很難會脫掉 而面部周圍其他位置 我呢 就一定會敷這個舒緩面膜 舒緩面膜是塗茶的 它的好處就是 你塗了之後 你做什麼都可以 不會阻礙你 我覺得 塗茶的面膜 一定要洗 很多時候 人們都搞錯了 面膜要不要洗 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詳細分享一下 塗茶和清潔面膜 一般都一定要洗 紙張的保濕 或者凝膠面膜 一定不需要洗 因為它的營養 你再洗面 但要重新洗走 沒有做過一樣的 現在我附近的眼膜 就是 Ascene 新出的 它加了EX 就是升級版 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這個眼膜是很棒的 如果大家看過之前 可能兩年前都介紹過 它那一代 就是第一代 已經停產 它現在就是出了 升級版 裡面精華多了 裡面的包裝也有改變 因為始終避免一些假貨 它有一個密封的蓋 因為精華很多 所以它一定要有密封的蓋 就不用石紙包 在運輸方面都會安全 沒有辦法將精華露出 而且它以前的筆筆 就是在盒子裡 現在就在這個瓶蓋 方便大家可以找到筆 不要用手直接去撩 衛生是一個問題 而且始終它一盒裡面 有30對 你要用一個月 每日敷一對 所以如果用手指直接撩 可以將精華或者手裡面 一些細菌帶進去 影響精華的成分和功效 所以它在包裝方面都更加細心 和細緻 主角不是她 我先說了今晚要介紹的LED面罩 那我摸出了什麼產品那麼厲害呢 我現在首先要洗臉 因為穿著外套很不方便 不過今晚真的冷了很多 大家留意 都要喝一杯暖水才睡覺 或者什麼糖水都不錯 我現在這樣狀態 我一定要先洗 我開這個眼磨給大家看 這個眼磨最強的功效 除了黑眼圈眼袋之外 它對一些上火 即是不夠睡覺 會發紅 是最強的 退得 我們摸了眼磨 其實這裡 因為我是塗了爽膚水 敷衍眼磨 其實眼部位置你可以不洗 直接洗面部的 玻尿酸露弧加就可以了 讓大家看看 雖然它今晚不是主 不過這個眼磨真的很棒 它是完全吸收 可以透透 零膠裡面的精華已經被我吸收 即是眼部的皮膚吸收 即是眼部的皮膚吸收 我們這些都是表情紋 但如果這樣靜態 是完全一點幼紋都沒有 這個就是 每天都敷眼磨 幫助你改善眼部問題的 一個最大的功效 當然 什麼眼磨為之有用 其實你可以測試一下 要在65度的溫水底下 可以完全溶解 那這個份子 我們皮膚吸收會更加好 現在我準備了一盆水 幫自己洗臉 先洗走這些光酸露弧膠 一般 我洗臉盆是一個很好用的洗臉產品 不要用毛巾 毛巾會滋生細菌 而且洗的時候 都容易拿乾 容易拿乾 連我兒子都用洗臉盆 因為小朋友毛巾那麼大 根本就扭不了 但是洗臉盆自己做得好 通常我會抹完這些 眼部你看到我都沒有抹 因為我眼部都沒有塗到 波浩酸露弦膠 我是敷眼膜的 這個時候 我會再用爽敷水打開毛孔 才敷面膜 不過今天我要介紹的產品 除了LED面罩之外 毛巾還出了幾個新產品 一氣可情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 小紅棒 還有這個 瘦面按摩膏 瘦面按摩膏 我昨晚Facebook直播已經示範了一次 我都只是做這面面 看到其實你會看到 這裡有些鬆弛 這裡還有些肥肉 說起肥肉 昨晚我又一說起 就想起這件事要分享 話說我上一次 飛到韓國 陪朋友 因為我自己在韓國 就是獨半永久 我們經常都會去一些醫美醫院 去做一些 學一些針劑 示範 和了解一些醫美的東西 話說我們去到一間韓國 三大其中之一 那個院長本身 說話都很串串的 還有就是那些 不跟你笑 都很串的 聽聞他 跟很多明星做的 還挺有名的 我們有幸 他就請了一個室獎 話說就在上次 我朋友去諮詢 你知道 我們這個年紀過四十 好熱 面部有流失膠原 還有就是會有凹痕 如果有過瘦的人 老態會更加明顯 我這些肥肥的 可能就有些好處 看來我沒有這麼老態 話說就去到室獎 東尼的房間 他就會把療程介紹給你 我朋友就 因為這裏苦紋比較深 和這裏凹痕 他就諮詢 問他應該做什麼療程 他說他可以做填充 令到人飽滿些 還有叫他打水光針 韓國水光針很多種 當他諮詢完之後 他就到我了 我看到他 填充嗎? 好啊 我也想看起來更年輕 所以就問 他今天又翻譯完 他就說 他就很忍悔 但也很不好意思地說 嗯 嗯 首先這番訊是用韓文說 啊 找得死 我還沒說 然後就翻譯 他就這樣說 嗯 你呢 臉 就不太適合做填充 因為呢 臉部脂肪呢 就比較多 啦 那所以就不可以再打仗他 我心想 就是肥啦 就是我心想 就是肥啦 就是我臉肥啦 所以我覺得呢 我一收到悶摩出了這個瘦面膏 我已經要馬上用了 所以我不是用了第一天 用了幾天的了 是一個笑話 純粹分享而已 就是 但是也有好處的 另外一個翻譯有補鑊 他說 如果你這個年紀 臉還有這麼脹 這麼多脂肪是好事來的 有些人呢 根本就留不到脂肪在臉上 或者不飽滿 會認得老態一點 所以你的樣子也要看起來 比較好一點 那我說OK 我明白的 就是一個笑話 那如果做瘦面按摩高 其實我們都可以照樣 用爽膚水打開毛孔 剛才說了 LED面罩 其實他現在是做一個贈送的 他就是買一個 活心水系列的贈送 我現在就試一下他的質地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買這個 活心水 一支他們叫做 心水神鮮水 神鮮水 神鮮水就是爽膚水 一般神鮮水 裡面就多了精華成份 會更加濃過一般的爽膚水 神鮮水 神鮮水一般會有一個 導入的精華成份 他就這樣 三支裝 買這三支東西 免費送他的 LED面罩 拿不到 太大盒了 免費送的 所以呢 是很划算的 我怕大家錯過這個機會 所以馬上介紹 我用有文露那邊 首先把他的 譬如當我只有這支 如果像我這樣 有很多瓶爽膚水 或者像我這樣 會分日夜 會分天氣 清爽度 你可以用一支爽身一點 這支活心水很特別的 你看看它是水狀的 但上面是精華狀的 它是含有精華的 抖出來就是水狀 但上面是精華狀 很滑的 我前面塗完 但我試那個 瘦麵膏 就試一遍而已 這個時候 你先看我的臉 這個是虎紋 我昨天做了一次 所以這面真的 很硬的 不如這樣 昨天我做完這面 如果我繼續做這面 大家可能不太覺得 但我做這面好 還是我繼續做 讓它可以再瘦一點 不如這樣 這邊有些鬆弛 我做給大家看 我發現它的瘦麵膏 是好像一些 我們平時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去美容院做一些減肥膏 它幫你按完之後 敷著一個保鮮紙 令你發熱 明顯做完之後 更硬了 更瘦一點 就是因為它去水腫 而且裡面的成分 是有燃燒脂肪的 當然就不像你做手術 或者打針這麼明顯 但如果自己在家裡做 我覺得它的功效都不錯 這個真的不是自私的 包裝 這個很棒 是可以跟朋友分享 因為它不是一盒 它是一盒獨立包裝 全部都獨立包裝 一盒有十片 一片我覺得可以用到兩次 或者三次 你知道 每個人的面珠大小都不同 很難去認定用多少次 那我就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已經用了好幾次 這片我昨天用完的 因為它可以用到幾次 通常我會擠到底部 之後才拿出來 拿出來 然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那個 用這隻手 我按這邊 按這邊 這邊已經硬了 這邊已經瘦了 我再做回大家看 也沒有明顯 真的有的 昨天真的瘦了 馬上收緊了 你用這隻手 因為我待會用這隻手 真的按摩棒 它拿出來 是透明狀體的 上手是涼滲滲滲滲的 但上面也是涼的 然後按摩 經過按摩的時候 它就會發熱 我們塗的時候 因為它是瘦面的 我們都是向著這些 鬆弛位 脂肪位 去塗 還有你水腫的地方 去塗上去 主要就是做這些 這些鬆下來的位置 還有一些脂肪 還有水腫會令到 我們那個 麵的鬆弛度 會更加明顯 所以去水腫也很重要 那我一包份量都幾多 那我現在要塗上去 是不是 那為了 我先洗一隻手 塗上去 那我按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是續拍了 因為它有幾個新產品 我想用一次 順序告訴大家 那個LED面罩 就貼著 大家等一等 它現在這個 夢魔的活動 它就是這個新產品 它真的很喜歡 它經常都送東西 真的很開心 它就買了兩盒 它的瘦面按摩膏 就會送這個 新年限量版的 叫做小紅棒 很漂亮 這個 我介紹給大家看 它打開之後 它一般 有一個絨袋 給你裝回按摩膏 另外 有一個號碼 和這張卡號碼 是一樣的 對得翻的 證明它是真貨 因為市面上 夢魔的產品 已經有很多搞貨反腦 另外 有一個教你用的小冊子 這張是一張示範圖片 告訴你 按摩是怎樣做 一定要向上 左右兩邊 這個我們有了 看看有一個實物 很漂亮 這個紅色 你看看 它的形狀有點像WIVA WIVA的眼部按摩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是有的 WIVA的眼部按摩膜 比較輕身 而且沒有實在感 我也有一個 這是WIVA的眼部按摩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是有的 這是WIVA的 這張是1,000元 當時我在日本買 匯率都對7左右 真的不便宜 但它很輕飄飄 是索膠 但是 夢魔這個實心 好像是 我不記得叫什麼 就是有一個名稱的 金屬 它還有一個鑽 首先它這個是限量版 我們不要拿其他品牌 比較 告訴你它是有重量實心的 而且它這個 紅色是限量版 卖完就沒有了 現在我按給大家看 首先看著我這個鬆弛位 你可以這樣做 按摩其實 主要一定要向上 這個按摩棒你可以這樣拿 也可以 如果你的手覺得這樣拿不順 你可以像我這樣 一直這樣按上去 總之就是向上 你看著 我現在不會停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直按 其實按面部大約5-10分鐘 所以其實你可以每邊按5分鐘 如果我整個拍完 就是10分鐘 有點長 你一直按 它會一路開始 你會感覺到它很熱 你要按到它很熱 它的按摩膏就開始生效 開始融資和緊致水腫了 我覺得這個瘦面膏 不是只有晚上才做 如果平時 譬如日休息 舉例 如果我晚上約了人hite 或者晚上要喝宴 想漂亮 不要那麼水腫 我就可以下午做 或者日休息做 你說平時上班的時候 沒有時間 按摩膏 按摩膏 對皮膚的緊致 吸收 是很有幫助 所以按摩膏 大家可以多做 按摩膏膏 按摩膏膏 你看到下巴位 我也是這樣做 按摩膏膏膏 什麼事 按摩膏膏膏膏膏膏膏 按摩膏膏膏膏膏 gl 而且很多朋友就說按摩有一個問題 有些人就說自己不能按摩 一按就起粒粒或者敏感 那你要留意 嗯 看不見這裡 比剛才已經確定了 因為一隻手按摩很累 我要調一調手 那我又說不到話 遮住了 那如果是做按摩有敏感的狀況 留意下幾點的 第一就是你清潔問題 如果你底部面部底部髒髒 你的清潔步驟還未做足的話 按摩會加速血液循環 會令到一些可能會髒 而想發炎的毛孔就會開始發作 所以這個不是因為按摩令你敏感 主要是因為你本身的毛孔髒 或者你的皮脂線未平衡 所以這個是清潔步驟 以及你平時護理不足而引致的 皮膚越乾的人做按摩 是越易敏感 以及一些本身 譬如沒有定期做去角質 沒有做身分清潔 也沒有勤力敷面膜 或者用產品沒有正確順序 甚至乎早上不用產品洗面 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因為血液循環對皮膚的吸收和提升 更是很有幫助 起碼按摩會激活你的膠原蛋白再生鮮 現在開始感覺到它很熱 剛才16分左右 現在18分46秒 一邊面不斷按摩 現在我現在看著腐紋 按摩會有幫助 因為你已經提升了 而且沒有那麼水重 不知道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嗎 因為剛才這邊是凸得比較大 現在兩邊平衡了 因為我本身面豬針也是有肉的人 但我面杯不大 但我面豬針是很有肉的 還有一些產品 你用的時候它有效 你會有心機用下去的 如果新年送禮 送護膚品比送糖果更好 真的實際有用 看到嗎 現在我感覺到它開始發熱 還有越來越流行 其實它產生著溶脂和去水腫的作用 再按幾下 我已經不看得拍了10分鐘 我停一停自己按摩 然後再繼續下去 Hello 回來了 我大概按了一邊面大約4分多 差不多5分鐘 其實我現在在鏡頭上 你也看到紅了 其實這種不是敏感 我現在這種紅是完全接受 因為它是微微發熱 而且是血液循環的 現在這個時候 就要洗臉 將我們剛才的按摩膏洗掉 所有按摩膏按援都要洗臉 一定要洗走 因為我們就要重新護理 再塗爽膚水 所以洗臉波真的很好用 而且很有幫助 當你洗臉這些 一定要洗走 把短片放進去 今天的影片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我想會有30分鐘 那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兩邊已經平衡了 就沒有剛才那麼多 是嗎 因為你看到 沒有剛才那麼多 剛才這邊是多很多 如果你看到是緊緻了 而且苦紋 即刻沒有剛才那麼深 已經升了 即是短了 那在這裡 為什麼剛才皮靈 很簡單 我用手按一按 給你看 越來越鬆弛 苦紋就越來越深 好了 你升上去 提升 去水腫 自然就沒有那麼深的苦紋 再加上大銀牙圖 如果摸了銀牙圖 苦紋更淺 之後的步驟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再重新護理 爽膚水 激底液精華 然後才去敷面膜 現在這樣 我就會把棉花 轉到毛紋露那邊 同一塊 同一塊 不用用那塊新的 然後就 正式護理 我特意這邊不按 讓大家看到的分別 這邊我昨天按了 如果我兩晚連續都按 我想我提升更加明顯 但我不想明天 歪面地上班 因為今天有些朋友 昨天看完Facebook直播 馬上衝上來 看到我真的有點煙臉面 這麼大的時候 今晚要先按另一邊 我們塗完爽膚水之後 就要塗基底液 現在冬天都提醒大家 基底液有很多種 晚上我自己的皮膚 我經常用一些滋潤 就好像後的循環臂貼 循環臂貼是基底液 我會用 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留在拍 當有些朋友問我 為何我看到你 韓妹用手拍爽膚水 其實是那些廣告 爽膚水可以有幾個步驟 我們用棉花抹的時候 做一個第二步清潔 就像剛才你說 轉做毛紋露那邊抹 你可以用手拍上去也可以 因為拍這個動作 有助叫醒細胞吸收 活躍細胞是有幫助的 你也可以拍的 我通常在機底液的時候 就塗上去才拍的 還有呢 昨天Facebook也有很多朋友問一些問題 我就想這裡順便可不可以回答 讓大家同時知道 就問神鮮水和爽膚水 韓國教是神鮮水先的 接著才到爽膚水 其實神鮮水和爽膚水 哪一支先用呢 其實都問題不大 最重要你要記住 還有有些人會覺得 韓國有些產品會教你 機底液才到爽膚水 就是因為他們前面用了神鮮水 如果你跟足所有東西都用齊 你步驟就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像香港那樣 很多人都未必全部齊了 應該是爽膚水 然後機底液先的 就不要把機底液放在爽膚水之前 但如果你前面用了神鮮水 你就可以機底液再加爽膚水 其實我覺得這樣去重複做 是有些步驟是多餘了 所以香港的天氣和我們的膚質 跟韓國根本不同 所以我就將這個步驟 適合香港的天氣和我們的步驟來用 就是爽膚水和機底液 爽膚水和神鮮水 基本上是隨便用一支就可以了 我自己本身就會用兩種爽膚水 或者爽膚水和神鮮水都可以 我爽的那支就用來做清潔那部分 即是有紋露的那部分 然後滋潤一點 我就會用沒有紋露的那部分 或者是在上面那時用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塗安平 很多朋友還搞不清楚 安平和精華的分別 其實安平和精華基本上 是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安平的成份 因為它做一個產品製造的時候 它要拿到這個名字 裡面的成份有一個標準 就叫做安平 去到精華的標準就叫做精華 去到安平的標準就叫做安平 就是這樣的分別 安平和精華的分別 就是它們裡面的成份 一般分子安平是會小一點的 所以安平會比皮膚容易吸收 所以我們用產品順序的時候 我們先用安平先度精華 像我現在這樣 我會塗完我手上的兩種安平 好像我會塗HC的膠原安平 我會塗了它的安平才到精華 這個膠原安平 其實你自己有幾種安平 你都會考慮 先塗稀到稀的 還有很多朋友會搞錯了 就說 那精華不是應該稀過安平嗎? 它的成份分子大一點 不代表它稀一點 有些精華甚至乎結過安平很多 之後我會塗HC另外一個膠原安平 即如果你自己好像我這樣塗那麼多 而你皮膚有吸收到 是不怕的 我每個都塗一塗 那一般我塗到安平 我就開始敷面膜 那精華呢 我就放在後面 敷完面膜才再塗上去 真的有點咳 還沒好完 那接著呢 我就會敷面膜 那要介紹這個這麼清楚的面膜 那這個面膜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昨天Facebook直播之後呢 我們公司是 今天裡面是很短 我想一兩個小時內已經是沒有了 那第一 它很少了 那這個面膜呢 那這個面膜呢 韓國呢 它無謀叫這個面膜 叫畫皮面膜 那它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首先它是連了 四對鑑魚蟬的眼膜 那這個除了眼膜之外呢 還可以貼在虎紋位置 而且它是完全溶解 即是讓你皮膚完全吸收 那我一起來看看 它這個一盒是十片的 那我現在用正了大約 還有二二四五片 其實我這個面膜呢 在十月份的夢膜發佈會呢 我怕在韓國呢 帶了回來 那我已經試了幾片 但那時候因為它還沒出貨呢 我不想介紹了之後 很多人轟炸我 要跟你介紹的東西沒有貨 所以呢 我就不敢介紹著 那我自己用 還有我喜歡自己感受多幾次 那打開呢 打開呢 打開了之後 它有一個STEP1、STEP2的 那一那裡呢 就是眼膜了 那你撕出來的時候 小心 它有一個膠片貼著 那小心喔 那小心喔 哎呀 我的電話 怎麼會切切都掉了 那我們首先呢 先用一塊鏡子 我們貼上 我就會貼眼部問題 貼上去呢 它是完全透明的 完全透明的 因為它是會完全溶解的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貼另一個位置 除了眼部 很薄很薄 要很小心 要不然就會吹走了 就是虎紋為止 我先貼上眼睛 貼了之後 沒有那麼大表情 因為它會 它跟你的鼻孔完全溶合了 會乾到皺皮 所以不要那麼大動作 這裡剛才是大動作了 乾了 然後呢 它有四塊的 那如果你不像我那樣 你不貼虎紋 你可以貼上眼皮 有助提升它 沒有那麼緊緻的 那怎樣貼呢 就是這樣貼 不過我呢 就貼虎紋 因為我都很介意有虎紋 虎紋呢 我們可以這樣 提升它 可以兩片酥 又或者反轉都可以的 沒所謂的 最重要呢 它這裡的成份 讓虎紋那裡 粒陷和鬆弛皮膚 吸收一些膠原成份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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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剛才大表情炒了 然後呢 就要用它的面膜 它的面膜呢 我這個呢 我就不剪開 因為裡面很多精華 一撕都會彈出來 它就是粉紅色 我們先拿出來 很多 很多精華 先塗了 那所以一般呢 我塗完安平 就敷面膜了 精華就在面膜之後 再塗 哎呀 已經29分了 看來今次分享要過35分了 那我出來呢 很多精華 你看多到 倒得出的 還倒得出的 還倒得出的 所以一般呢 我會剪開它 然後將精華塗上去 待會用來塗頸 塗手腳 然後呢 這個面膜呢 就有兩層的定型紙 去保護中間的那個 營膠面膜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撕開它 撕開那邊呢 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一般我自己呢 我就撕開 白色又可以 粉紅色又可以 我喜歡對摺那邊 因為其實它營膠呢 基本上是兩邊 基本上沒有分底面 所以它剪開了白色這一邊 其中一邊 當作是白色 然後呢 就貼上去 它這個呢 有一個淡蝦肉色的 粉紅色 蝦肉粉紅色 蝦肉粉紅 所以這個面膜 包裝顏色 我都挺喜歡的 這個面膜呢 就是它一些限定產品 所以呢 它暫時呢 就是單一盒買 都很划算 因為一盒有十片 貼實了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要撕開它 不麻煩啊 其實都很方便 哎呀呀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面膜 就回自己位置 那我呢 有經驗了 我就要貼回它的眼膜位置 就是我要在眉上 因為我要敷在這個眼位置 它這個形膠的嘛 那形膠通常呢 我就不向內摺 儘量鋪平它 我都挺喜歡形膠面膜的 那這個時候呢 噔噔噔噔噔 那這個LED面罩 就可以出場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LED面罩呢 除了你 塗好所有膚品 用來戴上去幫助吸收之餘呢 其實我們敷著面膜 都可以戴它 那這個LED面罩呢 真的要好好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不要走保 其實本身我接觸過呢 不同國家出入日本啦 台灣啦 那都不便宜 都整個萬一個LED面罩 而且他們用的是燈泡型的 那我還有一個是公司 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功能 先介紹一些新的高的東西 那些熟了 那些比起是不太多 那那個MILED面罩呢 它一盒呢 一個 呵呵呵 又忘記了位置 這一個 這個打開呢 就是打橫這樣 在下面偏開 然後呢 他的面罩 冷靜 大家要冷靜 對啦 就這個 不是StarHawk 我一戴這個便很開心 那媽媽 producto 你扮是白兵啊 這是一個美容的新作 裡面有兩條線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兩條線是充電的 它不是充電 因為裏面的保存電是沒有的 它是要插著來使用的 而這兩條線是甚麼呢 第一條線是可以插進充電簿 它有一個Samsung頭 另外還有一個iPhone頭 iPhone還有大小頭 下面我的手很滑 我未必拉到它出來 我昨晚Facebook也是這樣拉不到 我看能不能拉到它出來 我又拉不到它 總之下面有大小頭 我拉到了 下面有一個iPhone頭 下面還有一個Samsung頭 那需要這麼多的Samsung頭 對 意思是這條線已經有齊這個 我弄錯了 這個是插著LED的面罩 這條線是一個Samsung頭 和一個iPhone頭 對 昨天Facebook說錯了 我試給大家看 我們敷面網一般要敷20分鐘 營膠也是一樣的 但是你用LED面罩 10分鐘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先試上去 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先試一下 用這個充電寶是怎樣用的 這個充電器 其實我們就像平時電話一樣 我看不到 插上去 接著就開始要 你找一個充電寶 你不要插著電鍵 我用充電寶 它就出了這個紅光 這個LED的紅光 如果大家有做了光年都知道 紅光是激活膠原再生 以及刺激我們皮膚底下的鮮霧細胞 從而令皮膚加強吸收和收緊 它對美白膽斑都有幫助 現在這個時候 我除了跟大家講一下 紅光大約維持5分鐘左右 就會轉藍光 大家可以留意看到 為什麼我說它最新鮮的呢 它的燈不是用燈泡仔 不是LED燈泡 它是LED 不是LED 是一條條紅線 大家可以看看 裡面的一條條紅線 就是LED 為什麼它眼部要做透明呢 就是光線去到眼部就走散 它就不會集中在這裡 我們就不會傷害它們的眼部 就可以直接戴上去 以及一直玩手機 剛才說了 它的好處就是 你戴著玩手機也可以 如果你不用充電膜 咦 我是用手機 我先把手機拆開 等等 我用手機充電給大家看 我自然就要拔掉 當你用手機 這個是iPhone 我現在用iPhone頭 你用手機充電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Samsung的 就拔掉那個Samsung頭 就可以即時開 即是你可以一邊坐在這裡 一邊玩手機 像我昨天一樣 我一直直播 一直看Facebook他們的問題 這樣 都挺好玩的 而且不會阻礙你 而且基本上你不用去美容院了 現在你在家裏做光療 又舒服 而且你看到 方便是你自己可以 不用被人做 你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光療 這個位置你可以一直玩手機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紅光它維持5分鐘 它除了加速我們面膜 現在敷著的吸收之外 紅光它刺激我們加完蛋白增生之外 剛才說了幾個重點 它有促進血液循環 令到皮膚有抗炎 加速傷口血核 所以如果你做完眉針 在第一天敷收復面膜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敷著它了 一會五分鐘它會轉成藍光 藍光作用在什麼呢 藍光它是有抑制座瘡降菌 意思對一些暗瘡皮膚 易發炎 以及減少皮脂腺分泌 對暗瘡和易發炎的皮膚也很有幫助 以及對粉刺皮膚也很有幫助 因應其實光療本身的作用 就是經過不同的光的波長 刺激我們不同皮膚的層面的激活 所以每一個光都有不同的功效 主要我們皮膚需要的紅光和藍光 是最大的幫助 現在一直說 我不可以一直等5分鐘 大家就等一等 一轉藍光我就馬上去給大家試試 現在我們要停下來 否則這個時間就會很長 我回來了 這個時候它五分鐘就轉了藍光 藍光的功效就會再舒緩皮膚 一些炎症皮脂分泌的平衡 以及對抗炎和座瘡是很有幫助 所以光療質都很好 我們現在就等它五分鐘之後 它就可以完成 五分鐘之後它會跳回紅光 當然要繼續充電 如果你完了的話 你就可以拔掉電鍵 這樣就可以完成 還有你會發現你的皮膚 敷著面膜 這十分鐘敷面罩 是乾了很多 因為它會將你的吸收力加強 直接打入皮膚底層 所以是 試半功倍 用這個面罩敷面膜 除了敷面膜 我用的時候還可以塗上所有護膚 然後塗上面箱 塗上其他東西 然後再塗上去 幫助吸收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現在又等一等 然後再回來和大家試試看 Hello 我又回來了 藍光之後你又會轉紅光 其實一部分就夠了 一個紅一個藍光就夠了 十分鐘 可以讓大家看看 那跟大家說一下 我知道市面上 很快已經有 因為其實它十月份 我已經公佈了 會出這個LED面集 然後有很多其他品牌 已經抄襲它 做一些紡去的產品出來 我見過有一些 某品牌製作出來的 不是韓國的 它是一個 全透明的 其實全透明會將乾不集中 而且會散走 所以千萬不要選擇一種全透明 根本它的技術是未符合標準的 但我這一個是符合了標準出來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外面賣的時候 留意一下那個面罩的設計 以及它本身的功效 因為你LED一定要這樣遮蓋 才可以集中乾線 去折射我們皮膚 那現在我們給大家看看 這個畫皮面罩 它本身整片都是形膠狀 它就不是紙張 它對這個油性肌膚 它有平衡油份和吸油的作用 我自己是屬於乾性肌膚 它的精華也很滋潤 而且你會發現用了LED面罩 這個面膜的精華是會 面部吸收精華是比平時強了的 我戴著牙套說話不太順 現在這樣就可以看到效果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塗上精華 然後還有臉霜 因為剛才有點凍 那就可以塗上精華 那我自己就會把 剛才我已經塗上我的安瓶 然後我就會塗上精華 那精華呢 我現在這麼凍 我就會塗上這個 後的鼻貼 鼻貼性的精華 循環就是肌底液 不過很多朋友就 很多朋友就說 很漂亮 那大家不要想了 因為每一年它推出的限定版都不同 好像今年它推出的 就是這個包裝 這個是2017的 那我這支是2016的 那我好像差不多用完了 那包裝不同而已 它每年限兩班都不同 所以它的瓶是珍藏的 可以… 那給大家看一下質地吧 鼻貼的質地是很稠的 那對於我們乾性肌膚 和冬天用是很脆的 有些國家呢 就情侶是日頭都要用的 就是太乾和太冷的地方 好像加拿大阿富三十幾度那些 還有就算是韓國 有朋友呢 都是日頭日夜都用的 他說晚上呢 它是加上這個 黃金安瓶 還有加上這個 按摩油 那好像我自己這樣呢 我都可以加這個 呼吸的按摩油 那我這支呢 就是一支叫小中釀 它有大中釀 有貨狀 後的產品很棒 就是這裡 我先加一點先 雖然今晚主角不是他 但我也不怕 我先加一點 那你可以加到面霜 或者是加到精華 一起塗就可以了 少少就可以了 一兩瓶 那所以呢 我很喜歡這些小中釀 大中釀 不用買貨狀 試了好用 真的很喜歡 才買貨狀 很不方便 那接著呢 就要介紹它 還有一個生產品 這個真的不要錯過 在這裡 我先塗了眼霜 那剛才呢 我塗了眼霜 眼霜 眼霜 我現在呢 很冷 而且覺得很乾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是塗 塗哪隻眼霜 我忘記了 真的太多了 我昨天晚上塗哪隻呢 不要緊 我今晚呢 我決定塗這個瓶栗的 瓶栗的眼霜 很激的 很激的 那記得塗眼霜 一定是按壓色 那片已經42分 我怕太長了 讓我自己按一下 那剛才我按壓的時候 就想起呢 咳咳咳咳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 塗眼霜的方法 或者手勢不正確的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那眼霜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按壓色呢 其實我們眼部 其實下面有兩個月位 你看到我都經常夜睡 而且我最近有傷風感冒 變成我眼袋都發了出來 但是黑眼圈 你看到我都不算嚴重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在網上做一些資料 眼部其實在我們眼下有兩個月位 一個叫成類月 一個叫四百月 兩個月位如果塞住的話 你不按通它 黑眼圈 眼袋 所有東西都會積聚 還有一些叫上火 你不夠睡覺就會上火 積聚之後 你眼部所有問題都會出現 要你每天都按眼 我相信很難有人做到 所以我們可以在塗眼霜的時候 用按壓方法去塗 千萬不要用拖拉 拖拉就會把乾性的肌膚拉出眼紋 我們這些叫表情紋 但如果不試的時候 那時候都有 那些叫眼紋 就是乾性眼紋 所以按壓的時候 你一邊按 其實你按的時候 自己可以去掃 是可以有少少停留 一兩三秒 按到最後才剪一剪 只要你每晚在塗眼霜的時候 都用按壓的話 對你眼部的皮膚 是有幫助解決眼部問題 當然要勤力去敷眼膜 而且一邊塗眼紋 大家試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我的四片貼是完全溶解的 完全吸收了 對 所以剛才的面膜 也是很棒的產品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塗麵箱 那麵箱呢 沒錯 夢膜又有一個新結作 除了它這個 生活水裡面的麵箱 它的麵箱 看起來就好像很清爽 但是塗上去 又是滋潤的 就不是說適合夏天的 如果夏天 你開冷氣當然可以 那在現在的天氣 它夠不夠力呢 那要看你前面塗了些什麼 我們一拿開 你看到它是遮膩狀體 但是絕對不可以 就是看它表面這個麵箱 上面是滋潤的 這個 平時塗麵箱 我一定放在掌心 然後拖拉 一定這樣塗麵箱 它們叫做銷售爆紅 即是斷貨 就是這個 它出名 有東西送 去這個麵箱 買一個麵箱 就送你一個按摩棒 那這個是什麼按摩棒 真的不得不介紹這個 就是這個小黑棒 小黑棒 就是它小紅棒的原生 小紅棒 只是因為新年出的限定版 這個小黑棒 就是獨立買麵箱送的 它有分的 它有分的 韓國當地網上銷售送的棒 又不同的 這個是外貿 即是出口 它在韓國也有的 但是韓國就買麵箱 不是送這個按摩棒 不同的 而香港 在韓國當地網上銷售 就是網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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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不是叫線上銷售 就是專門店 或者是我們香港可以買到的 它就是小黑棒 打開都是有兩張卡 有一個和一個號碼 對到的 一樣有一個 一個揉袋裝回的按摩棒 一樣有一個 告訴你怎樣用的說明書 然後 反過來 就是這個小黑棒 跟鮮紅棒 其實形態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隨便有一個都可以 這個小黑棒 它是讓你塗完面霜 一起用來做提升拉緊的 或者是你平時塗精華也可以 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這個面霜 打開面霜的設計 已經是很吸引人 如果你們一按摩羅網站 你會看韓文 真的很棒 我自己昨晚試了半邊臉 我覺得它是馬上很滑 很細緻 而且是有收細毛孔作用的 跟大家在YouTube上分享一下 因為昨天就是Facebook 打開 它是乳狀水狀 我都不懂形容它 就是 相片 很吸收 而且很滑 一般我一定會用棚 我不會用手 因為你用手撩 可以將質地變 而且好像我一樣 要不斷開這麼多產品去試 因為我很難一個面霜 在一個季節用完 但我也有 但用不完 我試那麼多 那怎麼辦 所以千萬不要用手 直接撩 我還是放在掌心 讓我份量多一點 接著是這個時候了 我還要塗這邊面 我好像也是可以塗這邊面 昨天晚上Facebook 還有朋友問我 他經常忘記塗眼霜 問我 如果之後塗完面霜 才塗上眼霜 可以嗎 首先 不好意思 是可以的 但你留意一點 為什麼我們的步驟 要塗了眼霜 才到面霜 他就是這種 很滑 很細緻 他就是這種感覺 慢慢 你感覺它 那面霜 慢慢 好像在一個網 拉緊你的臉 我不知道大家 能否感覺到 我自己就是這樣 然後 跟這邊的面霜 又有不同質地 接著說回眼霜 為什麼要塗了眼霜 才塗面霜 因為 眼霜的成分 是碰到臉 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面霜的成分碰到眼 有些眼部比較脆弱 而且如果你平時清凌結做得不對 做得不夠 眼部很容易積作油脂粒 令到起了油脂粒 而且皮脂分別根本不同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眼霜才塗面霜 如果你真的 像那位朋友這麼大意 其實我自己也試過 塗完面霜才發現自己沒有塗眼霜 那怎樣做呢 如果你確定自己沒有塗到眼部 你就直接塗上眼霜 如果你擔心的 用棉花 用上上爽膚水 擦一擦去眼部 預防萬一的眼霜 然後塗上眼精華 和眼霜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平時會把眼霜當上頸霜 最近 日本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就是這個 頸霜 這是磁帶血的頸霜 我找一天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先塗了 塗完 然後就跟大家說再見 頸霜 頸霜 真的很棒 這個磁帶血架 裡面是胎盆成份 因為它一塗完之後 它自己會走近 那種 頸霜 我們大家都不要疏忽 其實現在我們這個年紀 我現在穿了這件磁 很漂亮的衣服 如果平時 我會由這個肩膀胃開始塗 頸霜 盡量不用面霜去塗 用眼霜代替 或者用正確的頸霜 因為之前我都運了很久 都沒有一個適合的頸霜 這個新出的磁帶血的頸霜 就馬上做得很棒 看起碼可否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你們喜歡我介紹的 夢窩新產品 LED面罩 拜拜 拜拜